俄乌战争初起,我们大家最担心的,莫过于俄罗斯将承受不起美西方集团的美元核弹,因为现代化的国家离不开国际贸易,但美元主导了世界贸易,因此剥夺一个国家的美元支付资格,基本上就等于把它排除在国际贸易外。 美西方集团一直不敢和俄罗斯在军事上硬碰硬,因为俄罗斯有能毁灭地球几次的核武库。 军事上,俄罗斯早已经和美西方集团形成平衡状态,彼此谁都不敢置对方于死地,因此美西方就寻求用其经济优势至俄罗斯于死地。 而他的经济制裁大帮,一直让伊朗和朝鲜等国苦不堪言。 俄罗斯过去也因为克里米亚问题,被西方制裁得难受。 美西方集团非常喜欢用经济制裁去讹诈大家,所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怕。 美国也因此就成为了世界警察,他凭手中的这根大帮对世界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。 但这次拜登制造的俄乌危机,却逼出了普京的决体反击,因为这真的是没办法的办法。 如果退让,则俄罗斯就会因为卧榻之下,存在着高分贝的噪音而睡不着觉,甚至有可能被吵死。 在生死的紧要关头,俄罗斯就出兵乌克兰了,因为美西方集团在军事层面上奈何不了俄罗斯,故他就用美元核弹对付俄罗斯。 而俄罗斯却发现,美西方集团重要的成员欧盟,离不开自己的天然气和石油。 因此俄罗斯就通过卢布令,把俄罗斯的能源和卢布捆绑起来。 欧盟要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,就必须用卢布来结算。 结果欧洲被迫乖乖地接受普京的卢布结算令,因为没有了天然气发电,欧盟真的会天下大乱。 这样也就让卢布成为世界升至最快的货币,成为正宗的国际货币。 这是俄罗斯强军带来的结果。 这样俄罗斯就打破了西方的围困,让西方的经济核弹失效。 这也极大地鼓励了世界,这样有能力的国家今后必然会学俄罗斯。 这样整个世界去美元化的浪潮也就达到了高潮了。 而尝到甜头的俄罗斯,后来又扣大了卢布结算的范围。 最近俄罗斯又发现,卢布结算能还清债务,一举打破西方如下的图谋,你借了我的钱。 但是我不允许你用我的货币来还账,然后把你列为老来,让你承受违约的高风险。 这是国家信用破产,因此我们看到如下这一条消息。 这是继卢布结算令之后的又一个核弹机的卢布令,手中有资源就是硬气。 目前普京签署总统令,确立了支付外币政府债务的临时程序。 根据普京所签的总统令,用卢布偿付欧洲债券,将备额视为履行偿债义务。 支付的卢布金额应相当于以外币计算的债务价值,并按支付日期的汇率计算。 这对欧洲来说是很划算的,因为升值的卢布能抵消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,更关键的是,这原来就是俄罗斯欠下来的债务或者是利息,因此收下这笔以卢布还回来的债务,就能获得俄罗斯的能源。 但对美元却是致命的,俄罗斯这手就把欧洲人给算计得死死的,也离间了美欧之间的关系。 前段时间俄罗斯就限制了北溪一号60%的天然气,说这个管道现在不太行了,最好是开通北溪二号线。 这其实是要逼欧洲开通北溪二号线,这也是打破西方封锁,离间美俄的高招。 自从俄罗斯的卢布令玩得很优顺后,俄罗斯发现美西方集团的所谓经济核弹不但没用,而且在非常状态下,俄罗斯硬通货的天然气等反成为经济核弹,让欧洲人口不堪言,顺带着也让美国常受到严重的通胀。 这是因为美国的资本家要充分利用这次俄乌战争,带来的高价能源的机会发财。 所以他们不可能让美国人民享受到低价的能源,而美国的能源到了欧洲就能翻好几倍。 因此美国资本家会估美国百姓的死活吗? 这样世界哪些能源界和金融界的资本家共同炒作,就让卢布和能源价格不断上升。 这就让人们怀疑,这究竟是美西方集团制裁俄罗斯,还是俄罗斯制裁他们? 人类社会一直有个通病,那就是有优势的会千方百地的成为既得利益者。 然后打压和剥削人口占多数的被统治者,而他们一直依靠不对称的力量来维持这种状态。 假如被打压和剥削的对象突然有能力平衡掉这种力量,那剥削者就管不过来了。 被打压的对象,也就成为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了。 过去我们也一再地认为,西方的核弹真的是很厉害,因为在西方体系下生活的那些国家,真的是难以抵挡美国的经济核弹,一旦相关国家不能用美元进行国际贸易结算,这个国家就被鼓励在世界之外了。 如今的俄罗斯却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堂课,原来这一切都是相对的,只要应用的好。 则和西方已经修期相关的大国,能通西方离不开自己的硬通货,却逼迫他被迫搞绥靖主义。 因为不这样的话,西方就要倒下去,这样就瓦解了美元核弹了。 全球化发展了百余年,因此也就让这个世界形成了欧洲人离不开俄罗斯的天然气。 现在的世界尤其是西方也离不开中国的商品。 这也就让中俄两国拥有了能对付西方的经济核弹,这样实际上也就让双方在经济领域离变。 形成了核平衡,就如同有着战略纵深的核大国,中美俄三国不敢用核武器来对决。 但问题是美西方集团早先并不知道俄罗斯手中也握着经济核弹,所以就率先对俄罗斯用了经济核弹,结果就被俄罗斯反制得极其被动了,也让世界看到。 原来在经济领域里边,这世界还有那么几个国家拥有经济核弹,而他们手中如在握有庞大的核武库,这个经济核弹的威力就大了。 感谢俄罗斯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对付美帝的好路子。 这种发展状况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需要充分地利用手中有力的条件,并把它们用到极致,就能让发展大飞跃。 如果一味地盯着自己不好的一面,那就会产生出悲观失望的思想情绪来,无助于我们发展。 只要一咬牙往前冲,那么传到桥头自然值。 当年我们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,就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在指导我们。 这个战略的思想,就是充分地利用我们好的东西,好的条件,并把它们应用到极致,并通过时间的积累,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。 刚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放出重爆消息,凡是拒绝使用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的客户。 军已遭到俄罗斯的断供。 根据路透社的统计,如今被断气的,包括丹麦、荷兰、保加利亚、波兰和芬兰。 无巧不成书,就在俄罗斯宣布对欧洲断气的同时。 美国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公司,自由港天然气公司,在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处的设施发生爆炸。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,但该天然气出口设施, 在发生火灾后至少要关闭三周。 在欧洲买不到俄气,不得不将目光看向价格更贵的美国夜延气之时,突然发生这种意外。 自然会对全球液化天然气的价格造成影响。 据美国财经新闻网站的报道,在美国主要天然气出口港发生火灾后, 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了近40%,俄乌爆发冲突之后, 美国极力主导对俄罗斯实施严苛的经济制裁, 其中被盯得最紧的,就是俄罗斯的大动脉能源。 欧洲对制裁俄罗斯能源一直都心存疑虑, 在经历过无数次会议之后, 欧洲终于决定禁运部分俄罗斯石油, 但仍不敢对俄罗斯燃气下手。 即便如此,随着俄罗斯的卢伯结算令出台, 欧洲依旧面临着燃气飞用水涨船高的尴尬。 但为了与美国保持所谓的价值观立场, 欧洲无视了民众的利益, 选择了政治战队。 而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制裁令的美国, 自己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。 油价飞涨,自己又解决不了, 美国又惦记起了俄罗斯石油。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表态称, 美国有意让俄罗斯石油继续流入国际市场, 但是需要限制俄罗斯的石油收益。 说白了,美国这是又要买俄罗斯的石油, 又不想让俄罗斯赚钱。 普京表示, 西方国家之所以出现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。 即日声? 马上涨, 他是想让俄罗斯的石油继续流入国青石油继续流入国, 你这份评论就是手带了那里, through国家之所以出现能源价格上涨等。 永远更容易彷彷彷彷彷彷彿的石油继续流入国, 门组和牛绮路ビ继维度水平的石油继续流入国内容。 感谢观看